沈阳疑男子因为醉酒跌入路旁一水井,在四天后被路人发现,被消防救出。 在四天时间里,这名男子在零度以下没吃没喝的情况下竟然奇迹般生还。 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,记者看到被救男子。 据了解,该男子今年46岁,吉林人,来沈阳打工多年。 事发时,该男子喝了半斤白酒,徒步往家走。 经过沈阳绕城高速附近时,跌入路旁绿花袋里的井中。 幸亏井中水位不深,只淹没到他的小腿,身体无大碍。 在井里,他没有喝水,也没有东西可吃,硬是挺过这四天。 目前,该男子正在接受治疗,生命体征平稳。 他表示,以后不能再喝多了。